太平天国没有能人 一群乌合之众 一帮吃不起饭的乞丐掀起了一点浪花 当然也有部分网友提到太平天国 只知道石打开 杨秀卿 好像太平天国除了他们剩下的都是废物 实际情况是这样子吗 在太平天国有这么一个人 他很厉害 但是奇怪的是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 尤其是太平天国自己的记载 虽然有一些 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鉴于此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基本与太平天国一致 认为他是一个只会争权度士 但却没有任何能力的小人 他就是秦日刚 一个被所有人轻视和忽略的人物 实际上秦日刚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太平天国 并且在太平天国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太平天国有首一八王 实际上就是太平天国 实际的八倍核心人物 秦日刚在里面的排名并不是最后 他的地位绝对不是因为他只会拍马屁或者装神弄鬼才得到的 在广东发现曾经流传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特为自己判断 话说1850年 开始闭门不出 此战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此战大涨了败上帝会的士气 为后面的金田习义打下了基础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